大家好,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使用的大米或小米如果储存不当,会经常容易生虫子,尤其是在夏天。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,可以有效的避免米生虫子。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 避免我们的米生虫子,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条纱布,然后在纱布里面放上花椒。 将花椒包起来。 因为纱布的透气性非常的好,这样的话它的气味容易消散出来。 包好之后,我们将花椒捏碎。 再捏一下,这样会使它的味道更浓。 保持的时间会更长一些。 我们用绳子将它包裹起来。 将花椒包好之后,放入到我们的米袋里面。 在米的里面。 放到里面,放到中间的位置。 之后我们需要准备芭蕉。 取出两粒比较大的芭蕉。 然后将芭蕉放在米袋的角落。 放在它的两边。 这样它的气味很容易避免我们的米生虫子。 而且这个方法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经验,非常的有效。 米吃完了之后,我们同样还可以将里面的调料用来食用。 是不是非常的不错呢?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 希望这个小技巧可以帮助到大家。 更多精彩。 请关注灵动生活。 再见。 再见。